凯恩第六场比赛的对手是康狗 康狗最经典的战役就是反杀了玫瑰的老公 重量级那个大眼 康狗的硬件特别好 他身高1米93,B站2米13 他只是比骨头的胳膊短一点 面对凯恩的压迫,康狗在慢慢的向后撤 在谨慎的寻找迎击的机会 还真让他塞中了两个后直 凯恩的头太大了,移动的不够快 幸好他的大头抗击打回血能力够强 在短短的一秒钟内偷着睡了两件 还是用强大的扑摔能力把对手给扑倒了 刚进地面,凯恩的大头晃脑勺还被走了一下 他也顾不得这许多了 在偷着睡了两觉的情况下 还是在努力的砸拳 一砸拳就给对手起身空间了,差点没空住 上期视频有人说凯恩是重量级的小鹰 多少是有点倒反天岗啊 小鹰是2012年才去AKA的 凯恩2006年就在AKA 而且没场小鹰的比赛 他的教练门德斯在场面喊的都是凯恩风格凯恩风格 意思就是要小鹰打出凯恩这种 无限爆摔,无限压迫的风格 所以不管从哪方面来讲 都是小鹰学习凯恩 还有他们俩比赛时 对战法应用的比重也是不一样的 凯恩是三分控,七分砸 他只要进了地面 拳头就会无休止的砸过去 而小鹰差不多是相反的比例 他进了地面 第一时间是寻求更稳妥的控制 所以他的比赛场面上更显保守 但也正是这种保守提升了他的胜率 凯恩的这种打法 把观赏性提升太高 就没有那么高的胜率了 他们俩的风格有相似之处 但一个是对观众的观赏性更友好 另外一个是对运动员自身的职业生涯更友好 回到比赛 凯恩居然想拿被子做裸脚了 这还真是前走未见 以往他的比赛从来没有做过降伏计 看来刚才偷着设断两架 也让他感受到了危机 他想尽快结束比赛了 不过勒的还是不够深 继续使用擅长的砸击 砸两拳对手又起来了 凯恩赶紧使一个超级大爆帅 继续重复刚才的套餐服 先砸击 如果对手送被就拿裸脚 裸脚也没有太勉强去做 只是为了让对手转过来继续砸他 而且凯恩控制的比重虽然比较小 但是看看他这些技术细节 还是都很眼熟的 这些都是小鹰从他身上学到的 在龙边有骑秤或者拿被的机会 也尽量不需要 还是继续保持在能砸击的位置 因为在龙边骑秤容易被对手 踩着龙网翻过去 在龙边拿被也容易被对手 把自己卡在笼子上 把体重压在自己身上 活动空间也会受限 等对手起身后 就一遍又一遍的重复摔倒对手 这些理念都是小鹰后来应用的 凯恩在2009年就已经再重复用了 不过马哈切夫跟他俩的风格不太一样 马哈切夫特别喜欢拿被 抗狗已经至少犯规四次了 他连续肘击了三次后脑 还抓了一次龙网 凯恩在离龙网较远的位置 一两次贯传整个比赛 还罕见的使用了肘击 康狗还想去反摔 凯恩就把他整个人给抱起来 第一回合结束 康狗是凯恩目前遇到过最强大的对手 水平最高 前身能力也强 而且在站立还把他打晃了 就是这哥们犯规属实有点多 第二回合就跟第一回合复制粘贴一样 康狗还是继续后车打阳击 先来个香甜大顶戏 又来个后直 又是后直把凯恩给打晃了 凯恩依旧靠着大头回血 本来他想去抱摔缓解一下 结果康狗居然还主动来摔了 这哥们挺有意思 是个善人 与罗密罗的善完全相反 他就这么顶着凯恩 让凯恩回血 凯恩还不乐意了 他缓了几秒钟就开始反摔了 两个人的抱摔能力完全不在一个级别 又被凯恩按在地上摩擦了 但是这两次开局都被打晃 也完全暴露了凯恩的战力漏洞 等一会儿他打到最顶峰的时候 这个弱点会被无限的放大 凯恩继续输出这无限的杂技 还有无限的爆摔 他这身手是真的灵活 后来他面对体格比他大了两圈的大步都摔不过他 一向是大步摩擦别人 没想到他被小了两圈的凯恩给正容摩擦 打到第二回个末段 凯恩的输出能力也下降了 他就用点顶膝吧 凯恩还是头一次把比赛打得这么肉 两次被打晃对他的影响也不小啊 也跟他的步子迈得太大有关系 凯恩现在只有无偿比赛的经验 就已经开始打高端局 第三回合看看凯恩有没有什么招数面对战力吧 他还是吃了几拳 没什么好招直接下潜吧 康狗这次豁出去了防摔还挺强 又要反摔凯恩 凯恩的屁股还是像打大步那次一样 直接按了个弹簧 占地就弹起来 康狗使劲摔了两把 他把自己的体能给摔没了 体能断电 只能任由凯恩蹂躏了 凯恩砸着砸着也砸没劲了 他大锤80换成小锤40 切换成细水长流的风格了 康狗被捶了三分钟 又抓着龙网站起来了 那会儿的裁判尺度还真大呀 都不怎么管犯规 这不爆发还挺吓人 解说们都在惊呼 差点以为康狗又要翻盘了 但他还是被凯恩给扑倒了 肉跟的语气也是非常的失望 这次康狗还让凯恩定上十字架了 左边定不住就换右边 右边定不住就换齐撑 最后这一分钟的杂击 也差点把比赛终结 最后还是打到了判定 这是凯恩第一次把比赛打满 虽然三个裁判都一致判定他获胜 但是他两次被打晃 还是暴露了自己的战力漏洞 下场的对手是宇宙本 宇宙本的体型和头型跟弗里挺像 而且他也挺重 日常有270多磅 比凯恩重了30多磅 一打起来体型差距确实明显 再加上凯恩的手太短了 他站在队友面前像一个大头型的小霸王龙 还是直接爆摔吧 这么一个小玩意儿 整了两把没给整倒 还是得使用技巧才把泰森弗里给摔倒了 泰森弗里太大了 凯恩趴在他身上就像一个小孩一样 还有点空不住他 还好这个小孩的牛劲够大 直接把泰森弗里这个成人 一次又一次的给离地抱起来 摩擦消耗了一会儿 再回到战力 凯恩的拳法命中就提高上来了 他的霸王龙臂战也能打到 泰森弗里的头上了 还是得继续摔 第一个摔没成功 要是其他选手可能就放弃了 去顶龙边摩擦耗时间了 不过凯恩强就强在连续的扑摔能力 他这个摔摔真漂亮啊 直接把270多磅给摔得飞起来了 打这种体型的对手 凯恩的砸几也变少了 这是真空不住啊 没打几下又让对手起来了 起来还吃了两拳 凯恩再次发动无限爆摔 又是第一个摔没摔倒 直接来了一个反方向的半摔 这个摔法还有点像中国脚里的躺刀 这次凯恩像风里一样砸走 他也不使拳了 因为对手一遍又一遍的起身 给他气构枪啊 气得都使出了罕见的肘击 被爆砸了一顿的宇宙本 终于老实点了 以老实 凯恩开始疯狂的砸拳 刚才他的身影是那么瘦小 现在开始砸拳的凯恩 身影已经变得伟安了起来 宇宙本被砸蒙了 他不但起不来 整个人的反应都变慢了 还被凯恩直接过腿 膝盖压在了脖子上砸击 这看起来好变态啊 不过是真的过瘾 够刺激 痛快又进行的砸击 一痛暴击的无限连打 涌动机凯恩又重现了江湖 宇宙本也不睡 他挨了这么多拳 就像马胖似的 主打一个吃拳过瘾 就喜欢吃一百多拳 这场比赛还是之前这个裁判 他还是不叫停 这哥们和山西玛里奥他们哥俩 好像是都有老年痴财症似的 尺度是大的异常 而且凯恩大部分的比赛 都是他们俩制裁的 所以也就造就了凯恩这么多场比赛 都是被严重的过瘾叫停 现在的观众都以为和博的尺度大 那是没经历过这老哥俩的时代呀 他们俩直踩的比赛 没搞出几条人命 真算是UFC运气好了 打完第一回合 大本都站不住了 走路颤颤巍巍的 第二回合 懵掉的大本已经反应迟钝了 又是被很轻易的殆尽地面 无限的垂击 大本还赶紧往龙边朝自己的边角爬去 体型差距这么大 这么狼狈的场面还挺反差的 到了龙边这几个垂击太实在了 这裁判居然善心大发 大本还抗议上了 怪不得裁判容易黑化 这都被打成这样了还抗议呢 看一下回放 最后这几拳把大本都打得翻白眼了 但是他的身体居然自己站起来了 神奇 他的大脑和身体属于两个几个我 各自执行 你们觉得这场比赛有争议吗 个人感觉没啥争议啊 这大本被揍的 吃了一百多拳 要怪就怪他下巴太硬 无法直接入睡吧 下一场的对手是大牛头人诺盖拉 这是蜘蛛的大哥呀 大牛头人是Pride的重量级冠军 他也是UFC的临时重量级冠军 这是凯恩的第八场比赛 在UFC的第六场比赛 凯恩这场比赛还增重了几棒 可能他的力量变大了 拳头也变重了 还是开局就吃几拳 他就喜欢拼雨点拳 攻速是够了 但是臂展太短了 逃不着啊 凯恩还特别喜欢砍腿 他砍得倒是非常有力 就是腿也太短了 勾着飞筋 凯恩这场比赛还不敢进地面 他打了两分多钟 一次爆帅都没有发动 因为大牛头人的外号就是柔术魔法师 他的柔术非常强 他也是蜘蛛的柔术教练 蜘蛛的黑带就是他给罚的 所以凯恩不敢轻易的进地面 他在站立就以砍腿和雨点拳组合 这两个武器为主 这一波雨点拳还真让凯恩露中了 光速三连套 后面两个百拳都打实在了 倒地后的补刀也是快如疾风暴雨 一秒钟五拳 直接把大牛头人彻底打碎了 他还是赢在拳速了 属于是重量级霍洛威 凯恩还舔了舔血 原来他是重量级的吸血魔 人称小力盈量 凯恩达成了直接生涯的九连胜 UFC现在七连胜 这场比赛之后 他就拿到了挑战拳 挑战当时的冠军大步 他给大步整容了 然后拿到了重量级冠军 这场比赛之前讲过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那期的原片 八连胜的凯恩 下一场的对手 就是他命运中的宿敌 小菊 诸尼尔 多斯 桑托斯 GDS 小菊和凯恩几乎是同一时间加入的UFC 前后相差不到俩月 现在凯恩是八连胜 小菊是七连胜 两个人一路过关斩将 几乎联手剿灭了当时 重量级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 现在终于迎来了巅峰对决 但是这场比赛结束的特别快 小菊号称当时重量级的第一拳击手 对上凯恩这个重量级第一GMP 他的边角还是刚才大牛头人 原来UFC是一个巨大的巴西 凯恩的边角也出现了小黑球 这时是2011年 小黑球还没加入UFC呢 他是两年后2013年才加入UFC 凯恩在2011年就已经拿到了重量级冠军 而且他入行和在AKA的实践 也比黑球多好几年 虽然黑球在AKA的团队管理和训练计划上 有很大的话语权 但我个人感觉就资历经验和先驱地位来说 凯恩应该是AKA老大 黑球是老二 这场比赛凯恩的体重变得更大了 比他刚加入UFC时中了10多磅 这是小菊标志性的大荒求天指 主打一个霸气 后来他岁数越大 头发越少 就越来越不霸气了 一番战两个人没啥恩怨 火气都没那么大 凯恩依旧使用着短腿砍踢 他第二下砍踢就被小菊给迎击了 小菊的拳头就像个大崴锤一样 往胸口上一架 晃来晃去的 看着就唬人 凯恩想爆摔 小菊的速度特别快 一下就把腿抽出来跑了 刚试探了50多秒 小菊一个后手过顶 大摆拳就拍过来了 直接拍到凯恩的太阳穴上了 把凯恩打得四脚着地 小菊赶紧冲上去补拳 这补拳也真是绝了 还没有魏德曼准呢 前面八拳都没打着 在那扑腾半天 都打在凯恩手上了 先要后面那几拳补实在了 把凯恩又给补晕过去了 因为小菊太激动了 他就跟魏德曼一样 在冠军战把对手打倒以后 自己激动的像犯禁重举一样 拳头轮冒烟了 拳轮在空气上了 像做梦一样在补拳 这场比赛结束的太快了 很多人也不了解小菊 所以这期视频以后 准备做一个小菊的支线 让这条重量级双雄的脉络 更加完整